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长下长安 大结局,求婚 今夏从没有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没有耐心 遇到难题,最先想到的不是去解决 而是轻言放弃的人 竟然能撑住这段异地恋 撑了一年,不仅撑住了 而且很快乐 能在一段关系里,吸收到能量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大多数人在亲密关系中 多少都在被消耗 好的恋爱会让寻找到更好的自己 他不会在感情中变得患得患失 更加不会陷入内耗 去怀疑自身的不足 今夏始终是自信的 相信彼此是相爱的 因为距离,所以更加珍惜每一次相聚 身边的朋友对他的异地恋 总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甚至还会暗戳戳地提醒他 你男朋友这么优秀 你真的不担心他会开小差吗? 今夏曾经也担忧过这个问题 毕竟两个人不在一个地方 很多时候就算心口蓄满了思念 除了打电话 没有更好的排解方法 但是陆一一直努力旅行着他 曾经说过的话 他说他每个月会抽几天出来 过来陪他 为了这几天假期 工作的日子 他必须加班加点 有时候为了能早点过来陪他 还要熬上通宵 每次他一到一城 第一件事不是吃饭 而是睡觉 看着下了车 倒头就睡得难有 他不免心疼 若是他还怀疑他的感情 不免愧疚 为了不让今夏多心 陆一不管接电话还是发信息 都不会背着他 手机密码就是今夏的声 今夏想人生难得糊涂 他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如果还有精力时间开小差 他也只能认了 一年的时间可真快啊 时间能改变很多 又能留下很多 今夏站在院子里浇花 天气慢慢炎热 这些娇嫩的花 必须得仔细伺候 他一早起床 打扫房间 扫院子 浇花喂鱼 等会儿还要接待一早 网上预约房间的住客 他本以为等到淡季 就可以去上海陪陆一一段时间 这样也不用他两地奔波 但近来 家乡的景点在网上异常火爆 因为经济实惠 不载客 游客接着一波又一波 压根就没有什么淡季 还常常满房 他准备在在家附近 开一家咖啡馆和民宿 对于这个决定 陆一很支持 把原本用来在上海买房的钱 打到了他的卡上 所以这段时间更加忙碌 建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需要经过上级层次审批 审批完了之后 还要设计装修 宣传 后续一堆事 不能深想 一深想就觉得可怕 陆一工作之余 都开始研究设计与建筑了 对于一个内心有点文艺的人来说 开一家充满情怀的咖啡馆 是最好不过的 他有很多想法 很多设计想要分享 因为陆一的信任 惊吓压力很大 毕竟他把自己的老婆本都拿出来了 若是不成功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不过这一切 他都没有说出口 默默压抑在心里 为着咖啡馆与民宿的事情 陆一两地来得更加勤了 连车站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他 今天他的车票买得早了一些 平时都是下午才到 今日中午就到 难得赶个早 就和金夏约好 一起去吃心心念念的辣子鸡 一下车就看到金夏 他总能在人群中 一眼就看到他 他穿着一身黑色裙子 打扮并不突出 但人与人之间 好像有牵连一般 他在哪里 他就能有感应一般 金夏还没找到他 依旧在人群中张望 陆一悄悄绕到他的身后 精准地握住他的手 你吓我一跳 金夏回过身 惊叹道 你站在人群中 怎么心事重重的样子 陆一一眼就看出 他的不对劲 金夏近来因为压力 面色看起来不太好 他搓搓脸颊 找了一个借口 我来得及 没有化妆 怎么会 我又不是 没有见过你 没有化妆的样子 这话可糊弄不了陆一 谈恋爱 又不是要天天看到 对方光鲜亮丽的一面 你刚肯定在想事情 金夏拉住他的手臂 我刚才就在想 我们这个时间点去吃饭 人会不会很多 呵呵 陆一淡淡一笑 不再追问 见他疲惫 两人到了停车场 他主动说道 我来开车吧 金夏点点头 去包里拿车钥匙 结果发现 怎么找都找不到 他急了 我的车钥匙 放哪里去了 陆一往车窗里一看 钥匙赫然就在座位上 他打开车门 对他说道 下次记得关车门 金夏拍了拍脑袋 我最近事情太多 我这次回来 多陪你几天 陆一也心疼他的忙碌 有时候 他是真的无能为力 两边都要顾及 太好了 金夏立马激动起来 仿佛又恢复了活力 这种活力体现在了午餐上 他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 吃得肚子圆鼓鼓 坐在一旁喝着消食茶 是不是很久没吃这么饱了 陆一问道 好几次饭点给他发信息 他都还没有吃饭 还行 你知道我的 绝不会亏待自己的胃 金夏轻轻靠在他的身上 哪怕是在饭点 他也不想去顾及别人的目光 只想遵从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只有见到他 才会明白 有多想念他身上穿的这件黑色卫衣 多想念他的声音 多想念他身上的温度与气息 这一切都让他内心感到平静自在 不会觉得自己忙忙碌碌 像一只没有头绪的蚂蚁 我们今天穿情侣色 就这么凑巧都穿了黑色 早上起床随便套了一件衣服 反正也是你买的 女生有了男友之后 就格外热衷给对方买衣服 上到衣服下到袜子 多帅气 惊吓笑着看他一眼 他都不知道他不在身边的日子 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傻瓜 他温柔地开口 看到他这样 他笑容中不免多了几分心疼 下午我陪你去逛街 别回家了 一回家就要干活 惊吓乐了 这还是真事 所谓眼不见为净 一回到家里 感觉每一个角落都需要打扫 就没有可以安心休息的时候 好啊 两人在外玩到了晚上 回到家躺在床上 已经累得不想动弹 工作的时候 觉得一个下午的时间很漫长 出门游玩 却又觉得时间不够用 路易陪着今夏去剪了一个头发 做了一个美容 头发短了 整个人都清爽不少 果然女人还是要出门消费 心情才会变得更好 前段日子 她实在是太忙太忙了 这会儿躺在床上 虽然累 却很开心 路易圈她在怀里 现在有没有开心一点 你看出我不开心了 今夏差异道 我要是这都看不出来 还配做你的男朋友 未来老公吗 我不是不开心 就是有点焦虑 你把你的身家都投资到咖啡馆和民宿里 我爸妈又拿出了他们的积蓄 我真的很担心会搞砸 今夏压抑了这么久 还是忍不住对路易倾诉 我研究过政策 现在政府大力扶持旅游业 难得你家有空地 现在好不容易通过了审批 若是放在过去 那块地绝对审批不下来 你什么都不要想 别管以后的盈亏 先把房子盖起来 你担心我的钱会打水漂 我都不担心 你怕什么 路易安慰道 你真的不担心 今夏迟疑地问道 你觉得我该担心什么 你的钱在我这里 我还没有和你签合同 我要是想吞了你这笔钱 易如反掌 路易细细打量着今夏 不太确定地说道 你若是有这个能力吞钱 我也就不用担心 你的压力会太大 他不至于连女友的人品都摸不清楚 我相信你 一句我相信你 让今夏红了眼眶 他抱住路易 在他怀里小声地抽气 呜呜 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怎么像个小孩一样 还哭了 他哄着他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想开点 钱没了还可以再赚 趁着年轻拼一把 要是亏了 你四十岁退休的愿望 不就落空了 也就今夏惦记着 他要四十岁退休的事情 那要是赚了 不用等到四十 我就能退休 路易满脸憧憬 到时我就泡泡咖啡 拍拍照 人生不要太惬意 今夏听笑了 原来你心态这么好 你知道 为什么我心态这么好吗 路易问 今夏摇摇头 刚才他哭得十分狼狈 这会儿收住了眼泪 眼巴巴盯着路易 想要答案 你说要和我结婚的 不管怎么样 我都得一个媳妇 我哪里亏了 这话确实不假 钱可以再赚 老婆却只有一个 今夏定定看着他 有感动 也有不可思议 他的信任让他颤动 毕竟要做到百分之百 相信一个人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哪怕是多年夫妻 多少都会有自己的小心思 路易笑笑 不哭了 他正要伸手去擦他的眼泪 他忽然就扑了过来 压在了路易的身上 路易被他扑得嗡嗡一声 满脸笑容 语调却有些无奈 你这是干嘛 他捧住他的脸 低头吻了吻他的唇半 路易搂住他的腰 往下轻轻按了按 自嘲道 我今天很累 但是他很喜欢他的吻 像一阵凉爽的春风 让人浑身舒爽 惊吓摇摇头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路易一只手搭在额头 一只手扶着他的腰 刚刚还在认真谈试 这会儿的气氛 立马就开始升温 变得暧昧 他趁机说道 那我们结婚好不好 你在求婚 对 路易应道 我好像着了魔 脑子里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和你一直在一起 想不到有朝一日 他也会变成一个 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如果是别人 他肯定会劝对方 凡是给自己留一丝余地 可当真的经历了 他才明白 爱一个人 实在没有理智可言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今夏就想看看他的反应 心里早已经非他不嫁 面子上却还要装矜持 他觉得自己还真是一个 做作的女人 路易四笑非笑地看着他 还有明年 后年 大后年 今夏听了一着急 我今天不答应 就要等到明年了吗 这一刻 他明亮的眼睛 带着急切 与刚刚口是心非的模样 完全两样 路易也不回答 就含着笑意看他 他这才明白 他就是在逗自己 他忍不住哼了一声 你骗人 路易伸手 在裤兜里 掏出一个盒子 拿出一枚精致的钻戒 哪里骗人了 戒指都准备好了 我是真心的 就算真心顺息万变 但这一刻 他整个人 就和戒指上的钻戒一样 不会改变 他只想把握住眼前的幸福 让彼此都多一分安全感 今夏还没看仔细 就被路易套在了手指上 我还没答应呢 不答应我 这戒指也送你 你想着想着 不就同意了 说完 他含着今夏的双唇 细细细损着 这个吻又给了他能量 让他有了爱人的力量 嗯 今夏被他热烈地吻 身子骨跟着酥软了 雪白的肌肤 微微急促地喘息 这一切都让他的疲惫 消逝得无影无踪 热度隔着衣物传来 乱了彼此的心跳 今夏耳根都红透 任由他吻遍他的脸颊 又流连至脖梗 外衣上的珍珠扭扣 被他尽数解开 衣巾散乱 半遮半眼地露出胸前的春光 他直起身子 将他抱住 两人目光平视 正好能看清对方眼里的爱意 这一场缠绵 就是一场享受 疏散了疲惫 化解了思念 他轻轻揉着他的后脑勺 用尽了全部的温柔和耐心 陆一唇半贴着他的耳垂 再一次问道 答应不答应 今夏轻轻点点头 反正这辈子都是他了 早一点迟一点 又何妨呢 但是这一刻 感性的他 还是很想落泪 他看出他的敏感 小心翼翼地去吻他的眼睛 你的眼睛这么美 别落泪 他明明有一双爱笑的眼睛 我没 哭 就是 这么轻易答应了你 今夏撑道 声音里还有淡淡的哭腔 你可以反悔 陆一很认真地说道 我会继续努力 惊吓微笑着搂住他的脖子 反悔什么 落子无悔 要爱就爱个干脆 爱个理直气壮 我喜欢你 你就是最好的 陆一心中甜蜜 你答应我 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虽然没有任何求婚仪式 但两个人都是喜欢简单直接 不需要繁琐的仪式 不需要刻意记录 一切都是随心所欲 跟着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走 唯一一点 他们有些许贪心 想要对方的很多很多的爱 今夏缠住他的脖子 甜笑间 他整个人贴近 暧昧地揉着他的肩膀 情侣间的默契 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主动送上自己 在漫长的夜色中 释放着最真实的欲望 今夏前一晚 答应求婚 本以为今夏爸妈会有意见 没想到一听到结婚 今夏爸妈直接看向今夏 我们家里的户口本放在哪里了 你们不挽留一下我吗 今夏有些挂不住脸 他们的反应过于干脆 挽留有用吗 今夏爸爸问道 路易摇摇头 没用 我们铁了心要在一起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我不会亏待今夏 那不就对了 既然如此 你们先领证 也算完成一件大事 在一起 把咖啡馆和民宿盖起来 再慢慢经营 有了共同的事业 好好过日子 这生活会越来越美满 长辈总觉得 结了婚 就能好好过日子了 哪怕前路漫漫 但两个人 要比一个人独行要强 我们都看得出来 你对今夏是认真的 路易心里只有一句话 老天不负有心人 她为她奔波 却乐此不疲 能娶到老婆 是她的福报 今夏妈妈不知道 从哪里找来了一本黄历 一边翻阅着 一边说道 昨日不如撞日 明天诸事皆宜 最适合领证 这 今夏犹豫道 我们只是有结婚的打算 没有马上要结婚 今夏妈妈坚持道 明天的日子适合结婚 你问问路易的意见 两个人过日子 不能只听你一个人的 以后啊 两夫妻要有商有量 你们要多向我和爸爸学习 路易一口应下 那就明天吧 听阿姨你的 今夏直愣愣地望着她 你不觉得仓促吗 路易摇摇头 不仓促 她等了这么久 今夏无奈 一个人说不过面前这三人 一个个都是聊天高手 她比了一个OK的手势 明天就明天吧 领完证出来 时间还早 两人牵着手在街头散步 路易问道 你喜欢什么样的婚礼 有你的婚礼 我都喜欢 今夏温暖地像个小太阳 不过不着急 我们现在这样挺好 哪怕一枚戒指 就把自己嫁了 却开心地像得到了全世界 婚礼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来自身边人的支持与鼓励 让她心头暖洋洋的 你觉得好 就是真的好 路易沉醉地望向远处的好风光 蓝蓝的天空 柔软的白云 今天果真是个好日子呢 完结